在很多人面前,或许塑料垃圾只是对于海洋动物有害,对于我们人类是毫无关系的。 因此,我们肆意地向海洋中排放垃圾。 据最新的资料显示,全世界每年为海洋排放的垃圾,多达上千亿吨。 而其中,我国是最大的海洋垃圾排放国,印尼次之。 而排放到海洋中的垃圾去到哪儿了? 大家知道吗? 答案就在美国的夏威夷岛屿附近的太平洋海域。 这里出现了一块新的陆地。 其陆地结构十分有趣。 竟是以塑料垃圾组成的。 论起年纪可以相当于两个法国。 每个经过这里的人都不由得感慨。 因为这里面存在住很多被困死在其中的海洋生物。 它们或被困死,或因为吞食了垃圾而死。 但是如果你以为这只是对海洋生物有害的话,那就错了。 随住海洋垃圾越来越多。 其中的塑料粒子也出现了。 或许有人不了解这是什么东西。 这就是一种塑料颗粒。 是一种塑料的原材料。 它们或是因为船只在运输中翻船而散落于海洋。 要么是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, 而自然分解出来。 因为这些海洋垃圾在水里没有人进行处理。 很多都已经自然分解,而出现在海洋中。 这些塑料粒子,不会像垃圾大陆,一样只停留在一个地方。 相反,它们会存在于各种海洋生物的体内。 又或者随住洋流,而不断流到各个海洋中。 从而影响越来越多的生物。 除了海洋生物以外,陆地上的动物也不会是幸免者。 只要它们一天需要水, 这些塑料粒子,就会被它们所摄入。 而除此以外, 它们所捕杀的鱼类中,自然也有它们的存在。 而其中也包括人类。 想不到吧? 我们人类所丢弃的海洋垃圾, 竟然在最后用这种方式,出现在人类身体上。 为此有科学家表示, 塑料粒子问题,已经升级成灾难问题。 随住海洋垃圾不断增多, 塑料粒子也将增加式地出现在我们的身体。 从而破坏我们的健康。 这是一种不亚于各种自然灾难的危机。 值得我们去重视。